现在很多人去台湾或者日本旅游 其实都不是去一些景点 都是冲着他那个休闲农场去的 确实日本跟台湾他们的农场 做的是非常棒的 也非常的有特色 吸引了无数海内外的游客前去观光 那么在清远其实也有 这么一个类似于日本跟台湾的 一个这样的休闲农场 那就是我身后的田野绿世界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世纪好花常开 环境非常的好 然后它也是位列我们的联卡的 这个包含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拿联卡 一年就可以来无数次了 那么今天我也拿着联卡来这边拿了一张票 过来这边参观一下吧 值得一提的就是田野绿世界 也是我们佛港的唯一的 包含在联卡里面的景点 佛港唯一景点 现在我也看到一群非常青春活泼的少女 正在这里拍照 后面的风景确实很好看 四周的都是绿树环耀的 哇这个湖 湖光三色 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把这些绿树的倒影 你们看这个湖 真的很有层次感 有没有 我们把焦点对在我的手这里 你看 是一个层次感 是吧 四周的树呢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倒影在水里面 更是显示出一种朦胧美 不同颜色之间的一种朦胧美 这一幅山水画真的很棒 如果你们拿一些比较好的相机过来 后面这个景 绝对会拍出大片的 这里每年的樱花季呢 是在一月底到三月中旬 你们看这种图片 有没有真的有点像日本富士山那种感觉 在太棒了 每年一到三月 各位可以来这边赏鹰 现在的天边呢 有一种朦胧美 有点味道